现在来看Google日历的应用 那我先问一下 请问老师如果您或同学 您现在在做所谓的行程安排 就是你的schedule啊 请问你做什么牌 校长比较忙有助理 老师不见得有助理对不对 如果有可能也就是专案助理 不见得随时都有啊 那同学更惨了 只有这个而已 只有大脑而已怎么办 你平常都怎么去安排你的行程 没有不一定啊 也许老师有的人习惯要手记啊 对不对 手杂也可以嘛 所以每一年不是都要买一本吗 那但是 那一本万一没有再出门 或忘记记进里面就完蛋了 尤其是比较麻烦的是有那个 就是比如说有要好几次的 如果记错了就 就比较麻烦 那事实上呢 Google日历有一个很重要的 你一定要透过行动设定 因为现在不是每个人都行动上网哦 请问你的智慧型手机 有都用吃到饱的吗 你是脚到饱还是吃到饱 如果你都是用行动上网吃到饱 你不要算一个月你要算一年 你要多花多少钱 对不对 但是真的有必要随时上网吗 应该不见得吧 所以其实如果你没有上网 事实上应该考虑用这个 因为这个是免费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今天有 事情 比如说我有安排一个 我们在这边的延期 那他我可以设定说多久钱 他就自动传解评 而且不用钱 重点是不用钱 所以 请各位呢 您先通过行动认证 好不好 行动电话认证 他会传 一组号码给你 那怎么样通过行动认证呢 您从上面这边 有没有个日历 对不对 他不叫月历他叫日历 没有关系 您进来之后呢在 右上角这边有一个设定 我们找一下 有没有个叫行动设定 找到了 好 麻烦你 打一下你的行动电话 好 那他会给你一组验证吗 我给你看没有用吗 因为你的不会跟我不一样吗 所以你打进去之后呢 他以后 就可以传简讯给你 还真的 对对对对对 他会帮你做提醒 所以为什么主题叫做 随身小秘书 因为他真的会帮你提醒 那所以你有做提醒的时候是不是就比较 不会忘记 有些时候 有时候可能你会忘记某些事情 那 如果你的行程都安排好 他随时提醒你 好 如果大家都已经通过了这个 行动电话的认证之后呢 你看一下 首先 你如果要增加 比如说我们今天像在这边 明天我要跑去新竹 那 假设我要在这里 你就点一下 你就可以新增活动 活动就是我们一般所谓的约会 那工作呢 就是我们 有没有 就是这个工作表 原则上工作是 不会简讯提醒的 因为他没有那个他只有完成的日期 他没有时间 那 您看一下这边 你看 我从这里 假设这个阅历 因为你现在都只有一个阅历 一个日历 所以就先用一个 比如说这是测试 用 好 那你可以进来这边编辑活动 预设他是整天 预设是整天 那你可以 如果说 你不要整天就勾掉 那就看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 那万一有重复的话 就看你怎么重复 这个应该跟大家 比如说如果你习惯用什么outlook 那个都一样 outlook也有形势力 对不对 都一样的方法 对了 如果您是outlook的形势力 也可以会进来 也可以两个做同步 如果你觉得你比较习惯用outlook 那可以同步 假设我现在用整天的好了 用整天的你往下看 你可以发现 你可以设定什么 活动的颜色 你如果这个活动 有一些附件 比如这个 比较重要你可以把它加进来 那重要是在这里 有看到SMS吗 SMS是简讯对不对 预设 我记得我有改过 预设只要是10分钟 10分钟之前提醒 但是我会 我觉得这样比较不保险 我通常不会30分钟前 所以 这个约会 那因为我是用整天 所以他会在什么时间通知你呢 5月12点前 因为是整天的 所以他都在前一天晚上通知你 那如果你有这时间 那就是那个时间之前的30分钟 那您大概了解意思了吗 好 那他事实上是有上限 就是说一天大概是10几分 不过你有没有那么多事情 一天 要提醒那么多 应该很少 同一天里面超过 好像是超过10分还是几分 那个简讯就不会再发送 因为他怕你有时候在玩 让费钱 因为简讯他们也要付费 他也不是说不用钱 那你看 这个 有没有 那你也可以选择说 用email提醒 不会用email提醒就不用了 因为假设你 都有的话 事实上 不太需要用email提醒 我们比较需要是说 在假设你坐在电脑前面 他会 含出一个讯息 那 也 加上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说 我这个就不用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去决定要或不要 所以就是这么简单 那 你如果说假设 预设是10分钟 你懒得说我每一通都在这边来设定说要sms 对如果你没有通过 行动电话 的验证你是不会出现这个选项的 这样了解了 那 假设如果你觉得这样麻烦 你可以直接从帐号这边来设定 您看一下 我先回来我先舍弃一下 在这边 有一个设定 您直接从这个下面 我看一下 他有一个预设的那个什么提醒时间 预设提醒时间 到日历里面 因为每个 每个那个通知不一样 点到他 有没有 你每个日历可以是不一样的 那我现在是做这个 有没有我这边已经把它改成这个 所以我预设每次都是30分钟 我就不用每次出来再来改 因为我觉得30分钟对我来讲是比较适合 那也许你的你可以 改变一下 这样 有了解了吗 所以你可以从这边试看看 那 等一下 你可以设定一个 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差不多快8点了 对不对 你可以设一下9点 你不要设太近 比如说差个15分钟 那可能 可能就没有用 你可以设 比如说大概9点 或者8点 你看看他会不会传简讯给你 好吧 那我把画面先还给各位 你可以先试一个 您进到这个 日历的研究室 你看从这边 有没有一个研究室 这个就跟Gmail的研究室不一样 这是日历本身的 那日历的研究室里面的东西比较少 不过呢 我有 增加一个功能 叫做活动附件 有没有 所以我有启用 所以为什么你刚会看到这里面 活动可以加入附件 就是在这边 你今天没有启用 那就是你只能打文字的 就打一般性的文字而已 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 这个活动要做什么事情 顺便夹带进来 比较方便 对不对 所以你可以像这样去设定 好 要用 的话就把它弄进来 那么 除了这个以外 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您在看这里的时候 日历也要分什么 轻疏远近 不然你说混杂在一起是会比较乱 一样的 像我的这个情势力就是有分享在网络上的 因为有时候人家帮我排课的时候 让他就不用再问我 老师 但是你什么时候也有 你自己自己去那看 前控就可以了 这样比较快 当然 你可以选择分享的时候 要不要让他知道这个 日益活动的详细内容 像我如果用这个 假设 我分享出去 我就是 没有那个 让他知道详细 因为有时候 不太方便 但是 你可以想象 所以有些学校 他们是用 像 尤其是国中小 他们学校 金费比较不足的 他们把学校的形式力 就是用Google Gmail 用Google的形式力 反正 大家可以看得到就好了 对不对 形式力的功能 那么 您看到这边 现在好像比较慢一点 好 我们先讲一下 那如果你要分享 从这边点一下 有没有一个叫做 日历设定 一样进来 你往下走 共用日历 此日历 你看我在这边 有没有公开 对不对 但是我请显示我的忙碌 也就是说我今天 我现在这里有课 在 日历上显示的叫忙碌 他会告诉你什么时间到什么时间是忙碌 但是不会显示详细内容 这样就比较方便 对不对 这是公开的方法 就是说 如果你是 比如说老师你可能要 把你研究室的时间 给同学知道 那你可以自己排出来 也许有些时候老师 时间有调换 对不对 那你就直接在上面公告就好 就不用说 他一定要 来了才找你 那你看我在这里 又公到我的 行事力就在这边 那 在爱意这边是没有登录 没有帐号的 所以您看到的就是忙碌 跟没有而已 这样有看到吗 你看现在这个时间是忙碌 4点以后忙碌 因为我 2点 多就要出门了 好 所以 像这样子 应该还清楚吧 那 因为我这个日历是专属 就是上课用的 我个人的 个人忙碌时间 你应该不用知道吧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它分出来 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您在这里的时候呢 如果您觉得一个日历不够 您从这边 我的日历这里 有没有一个建立新的日历 好那 您建立好的之后呢 比如说您看 当我在增加一个活动的时候 您就可以从这边去选 这个日历是属于哪一个类别的 那您也可以 只要有了不同的日历之后呢 你就可以自己决定 好比如说我要看小朋友的 点一下 小朋友的就跑出来 因为 下个礼拜 他们又要表演了 又是也要表演了 您大概了解意思 所以您把它分成别的时候 那你一样 可以透过旁边这里 有没有可以设定不同的颜色 这样有时候安排事情的时候 就看得比较清楚 就看得比较清楚 那如果您像我刚刚讲的 您想要就是 这个日历呢 我想要邀请朋友 或者跟同学一起 因为有时候我们要约 共同的时间老是用打电话的email的 对不对 但是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比如说我们专案要讨论 尤其是研究所的时候 大家都很忙 那你要专案讨论的时候怎么办呢 一样到这个地方来 日历设定 共用 你可以指定 有没有 指定共用的人士 那么 你不用公开 你可以不用公开 你只要指定共用的 那他们就会在你左手边 我们刚刚那地方看到这是谁的日历 你就可以去找共同 大家共同有空的时间 那您大概知道意思了 所以可以利用这个方式 那您可以决定说他到底 是只能看 还是也可以变更 还是可以共同管理 都OK 好这个是 您可以稍微参考一下的 那我就把他们还给您 那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